恐怖袭击阴影挥持不散 警方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警方已经逮捕300名涉嫌加入伊斯兰神圈国极端组织的嫌犯 当中18人是霹雳人 霹雳总警长拿督哈斯南今天透露 当局经过调查后 从嫌犯口供发现 霹雳确实存有恐袭威胁 有人甚至预谋在国庆前发难 警方因此决定进一步加强安保措施 尤其是在公共场所或是宗教场所 加强巡逻团队 确保民众安全 在300名落网者中 有两人还在受查 三人正在面控 五人还在监狱复兴 至于其他的两百多人都已经获释 超级相机更具合 好的